部長 因為您上次在專訪的時候 有提到港湖的選情 然後你說到一句話說 個人自然有個人的選擇 所以才會被解讀說 知識高嘉瑜 只是因為你是這個金總的主委這樣子 我在一輩子在做很多的事情 出發點都是從盡責的角度在做 不管是選舉或平常或當部長 都是一樣 責任在哪裡我就要努力以赴 把我自己分裂的事情做好 副總統賴清德 他也很關注這個人法的動向 副總統有沒有跟您特別提醒說 我們可能要注意這個一對一的對戰可能 我們都一直以一對一做相關的準備 選舉就這樣要得到大部分的認同 在選舉的時候就要做未來執政的準備 執政的時候就是要大部分的認同 執政的理念才能夠遂行才能夠去完成 所以副總統一向也鼓勵我們競選的團隊 大家要做自己 把我們自己的施政的理念 盡量跟人民來說明 博取更多人的認同 讓我們能夠拿到我們的執政之後 能夠得到人民更多的信任 讓執政能夠更順暢 週六藍白都要對談了 那您不看在於這個事情 今天這個 好吧最後一提就好了 我想大概就是 就是在相對弱勢者一方 總是要尋求一個突破 總是要盡力去談 所以現在目前很清楚的 在藍白任何一方來講 在選舉都居於弱勢 所以他要尋求一個突破 雖然這是一個必然 但是談得成 談不成 我不敢下定言 但是我認為最後應該是不太會成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政治 大家都會就未來的一個最大可能性 做自己最大利益的考量 所以很難 不過我不敢下斷言 不過談他們是一定會談的 那我們這邊做自己 把市政的理念跟大家說明清楚 那希望未來我們得到執政權之後 能夠執政能夠順暢 能夠讓台灣的人民過得更好 謝謝 陳鑫 超級有趣 我們來擁抱 目前為止 在畫面 我們能否決定 通過 我們應該理解 所以大家想起發 認為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